各位民党现在在制造一个氛围 各位朋友 这个氛围是怎么样 就说你看 我们嫌疾 中国大陆要来干涉 所以大家看到 习拜会 习近平跟拜登陆会变的前几天 台湾的媒体就拼那个报道 拜登会告诉习近平 不准干涉台湾嫌疾 好香 台湾每次嫌疾 美国都干涉 所以他每一个东西 各位朋友 他都没有放过 可以抹红的机会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这一集在告诉各位朋友 接下来民党的抹红 每一个事件都可以 构成他磨红的事件 你知道蓝白河 一讲完 发布了 然后柯文哲邀请一个地方演讲 马上接到美国在台协会的电话 AIT AIT问他 你们的蓝白河 是不是中国大陆促成的 这柯文哲自己讲 柯文哲就说 我 他就请他的秘书长 这个秘书长叫周台族 台湾的族子 我们 我们家里种人都吃竹笋 竹子的周台族 柯文哲就请周台族 跟对方讲 和那个完全没关系 怎么可能 我们蓝白河是 马英九前总统所推动 我们觉得大家也有诚意 是这样 可是美国要干涉 美国在为 那这家新闻他报导什么 他说马英九推动这个之前 几天他的幕僚 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萧细成去大陆 见了国台办的主任宋涛 所以他从大陆一回来 马英九就开始在推动 萧细成说我们很早就排定了 我们跟一群教授 我们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学术研讨会 里面最主要的主讲者是日本的 前首相揪三游几乎 我们没有人跟宋涛见面 因为这个行程和国台办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故意要栽账 因为你有这个行程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我编的 因为我要来告诉你 就是马英九 他们都接受中国的指示 各位就是要弄成这样 民进党 所以这个周冠一出来 民进党中央马上开启解会 由他发言人出来骂 他说马伴 马航九办公室叫马伴 马伴领死领子照办 领的圣子照样去办理 办理蓝白盒 好好笑 然后接下来讲什么 讲说而且马航九 亲自下场读金 马航九在现场是被克文德找去做证人 下场读金 然后呢 他说马伴就是买伴 各位你知道过去租借时代 洋能时代 很多人买伴大家都很讨厌 他帮本地人跟那些外商穿收 叫买伴 所以民进党其实这是一个套路 我为什么讲这样 因为接下来蓝白盒以后 他们会的攻击主轴就是用抹红 抹红当然静周刊是一个 然后美国在台协会也是一个 那他们习近平跟拜登要见面之前 台湾的媒体就拼命报道 说白宫两点 拜登会要求习近平不准干涉台湾选举 哇好像连美国都知道 都很关心都很怎么样弄这样的 你知道吗 那弄了以后哇他一定会被中国大陆干涉他的选举 一定会这样就弄一个这样 所以他们的蓝白盒就是中国大陆要他们合着 他们就很听话 所以我们赖清德是要对抗中国大陆 他又来搞这一套 那这一套四年前很成功 四年前香港回送中 接着有一个王立强 一个诈骗 一个骗子 高级骗子 每天在澳洲开记者会 澳洲接受美国人的要求 所以他每天开记者会 记者会哇 现场哇大家报导台湾媒体铺天盖地报导 我们知道台湾的媒体 90%是民进党在掌控 台湾的网路95%是民进党在操纵 所以他在铺天盖地盖 前有缓送中 然后接着王立强 王立强说什么 王立强那时候怎么讲 我们中国共产党啊 帮韩国瑜啊 当前高雄市长花了8000万 这次台湾选领导人 我们要花60亿来帮他搭乘 共产党要花60亿帮韩国瑜 所以蔡英文 蔡英文那时候是台湾领导人 然后他马上出来 自己本人出来骂 中国大陆干涉我们选举 然后台湾那些不孝的检察官 台湾检察官很少 果官啊 这些果官啊 马上说我们下去办 这可恶哇 哇 连司法都出动了 所以老百姓就更相信 中国大陆在干涉台湾嫌疾 中国大陆有没有干涉 当然没有 王立强讲谎话 然后民进党动作更大 他们把向心还有公卿 因为王立强说 向心就是我的上限 就在指导我的 哇 王立强那时候跑去香港 帮人家开车 他开车的那个老板 跟向心是朋友 所以他知道向心这个人 很胡扯 向心被民进党这个 下山难无耻的政府啊 在台湾限制出境多久了 1426天啊 我为什么每天骂民进党是畜生 是下流 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讲那些检察官是果官 是 因为你去配合 嫌疾应该公公正正 你不能拿自己的资源 而且这种资源是 不能轻易使用 司法限制人家的行动自由 不让让人家回家 人家爸妈高龄九十几岁 不准回去看 你这个不是畜生是什么 各位我讲 他们告诉我 说你怎么骂我们畜生 我讲畜生不是在骂你啊 我是在羞辱你 因为你值得羞辱 你们就干这种畜生的事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 习春英被他谋 他们要借这个习春英不能 不能当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不行 怎么可以当立法委员呢不行 不行 然后大家就去讨论 讨论就哎对啊 就变成一个氛围 他们现在在制造氛围 习白会他们也在制造这个氛围 蓝白蛳他也知道 所以他每一个东西 各位朋友他都没有放过 可以模红的机会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这一集在告诉各位朋友 接下来民党的模红 每一个事件都可以构成他模红的事件 所以你看到的就很清楚啊 你现在下来看到民党 每个人都会讲 都会讲中国大陆这一部分 然后借机来做 把蓝白蛳以后的 候选人来把他模红 那模红就他们唯一的一个招数啊 那四年前很有用 现在会不会有用 不知道 因为还没投票嘛 可是你要去防万 那习春英 习春英有什么了不起 国民党四年前就有提名一个叫牛春炉啊 牛马的牛啊 黄牛大黄牛的牛 春天的春 如果的如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然后 中华统一促进党也提名了一个叫何建华 人可建国的建 中华的华 他们都是女生啊 都是陆配 那四年前 蔡英文就是台湾领导人 四年前牛春炉被提名 何建华被提名 你为什么没有讲 各位你也说 哎小总他四年前为什么不讲 因为四年前有更好 更好弄的题材啊 就是王立强这个诈骗子啊 对啊诈骗集团的骗子啊 这个诈骗集团包括美国跟澳洲啊 他们是异火的啊 然后四年前有个反送庄啊 所以 他们四年前没有炒作牛春炉跟何建华的案子 但何建华有被怎么样 你知道 何建华带了一些陆配姐妹 他们到 因为他常带一些陆配姐妹 因为他是中华妇女联合会的理事长 带他们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 我带他们回家 去看看 去做一些交流 你两岸当然会交流 大家也能够团结在一块嘛 中华而立嘛 结果呢 等于说 他的旅行团喔 被指控买票 因为你是候选人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别人一团要两万多块 你为什么是一万八 所以这个丢个买票 他们不晓得 其实还有一万五的 还有一万块的 过去甚至还有不要钱的 为什么旅行团不要钱 因为你去你要买东西啊 你懂不懂 算在里面 这是看你怎么去搭配 你懂不懂 这叫做市场机制啊 检察官如获自保 哎呀你看你看 这个就买票 别人两千二你都走一千八 你少四千块 这四千块你出的嘛 所以你用四千块来买这些陆配的票 这陆配有多少 二十几个人 有人买票买二十几票的嘛 这不是选里长耶 他是选不分七的立委 不分七的立委要多少票 才会当选你知道吗 至少要三四十万票 他买二十几票 怎么可能 一票还四千块 所以到法庭 检察官马上被法官打脸 连我都知道这是市场机制啊 他为什么比他便宜 因为他还要去逛好几个卖场啊 有卖茶的卖陶瓷的 这些姐妹进去 你就会有人买 买一买这些东西都算在那个里面 各位懂了吧 这个就叫做配套啊 所以你要看女行团很便宜的 你不要说我捡到便宜 女行团很便宜的 里面很多很多 行程很多景点是要去逛卖场的 要你买卖场的东西 各位懂了吧 这就是现实啊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BGM 发布 NCEDEF BGM VIP YK BGM S